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反张也 包括有独徒动摇 战略主政确定以后 那么就是一二条的分类 刚进柔进的审闻 你就会理解除了表示无憾 为刚进必须得有静命主政 光是太阳表示无憾 那就是太阳上寒 对不对 那么太阳纵风的表须有憾的话 也必须加上主政 静命主政才为柔进 那么通过这样的分析 才能够得出我们上次所结论的 内阴是素体的什么呢 菌业不足 或者说殊不不利 另外他还给列举了 有物质造成菌业被伤 也是静命的一个发病原因 外阴主要强调的是外感风寒之邪 那么病机关键是邪阻经脉以后 因为病未在经脉 那么经脉呢 失去菌业的乳氧 所以他就要降级不输 发生禁令 关于禁令的政治 因为他辩证上呢 泪欲伤寒 所以呢 再表就是太阳 太阳症 那么入礼呢 就是扬明 现在我要说的呢 就是他的这个治法上 一定呢 得是病因疗法 本来就是菌业不足或者舒服不利 为什么还要用汗法呢 那就是为了解剂 而且特别是选用的桂枝汤为地方 正说明了他要是解剂啊 调营啊 驱逐在筋脉的汗血 风寒之邪 所以是一个病因疗法 也是一个权益之计 驱逐病邪防止关门流口 不然的话 你就说应该滋养筋脉 治本吧 滋养筋脉 那么这个地方 养阴的药早期过度的用呢 容易关门流口 是不是啊 所以他这是一个标本兼治 但是重点放在 驱逐风寒之邪上 这是呢 就是说 在学习条文 因为这是开头的各论的第一个病 我拿他为例 就按照我们 便于掌握他的药领 或者主要精神实质 应该把条文做一个重新编排 像我说的这个 把第七条放在前面 就是一宗金剑的看法 他认为呢 应该把主证拿出来 才能够命名静命的道理 出来了 第二呢 我觉得呢 就是纵景对原则的认定和启示 比方说 具备那个主证 他就说 静命也 静命 比方说十一条呢 也是 那么太阳病齐正背 身体降 舒舒然 齐脉 反怎么样 然后就说什么呢 此为静 肯定的语气 这样的情况 肯定就是静病 静病呢 为什么是柔静呢 从堂测证 是个柔静 而不是钢静 另外呢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他为了加强辩证要点 强调鉴别诊断 在就紧紧的政治条文里面 三次用反字 就是反字的应用 比方说 这个 十一条 脉反尘迟 此为静 作为柔静嘛 那至少应该太阳中风 表习有汗应呢 脉腐缓 现在呢 为了强调 这是柔静 而不是太阳中风 脉反尘迟 第十二条 太阳病 无汗而小便反少 这是军业内伤的表现 是不是 他军业不足 小便嘛 他应该随着 武汗应该是有所增多 现在反少 叫你理解 内阴是军业不足 所以我们分析的那病阴 都得有乙句 三个反字 我说了 还有哪一个是反字 就是反 哇 那个就是 刚进的 那个 三个用反字 还有呢 启示性 启示性 比方说那个十一条呢 柔静就是此为静 十二条呢 欲作刚进 他说呢 欲作刚进 那么呢 这两个他都是说 瓜楼桂枝汤组织 完了呢 葛根汤组织 肯定语 拿什么来 那什么就是症状的描述 是客观性的 是作为乙句的 如果说十三条 渗入阳明以后 里热成净 用大成气汤 就得商量着办了 所以用可余大成气汤 这里面的这个 方药的作用 一定要搞清楚 是不是 呃 作为大成气汤 他通腐泄热 是取其泄热呢 极下春阴的道理 而不是说 已经呢 传入阳明 里时热解 不在泄石 而在泄热 极下春阴 留得一份军液 来 啊 更好的 使静病呢 能够得到及时治疗 啊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 从原文的字里行间 我们呢 去领悟 他其中的 啊 有关内容 就是变成实质规律 现在我再重复一下呢 就这三个方计的功效 第一个 瓜楼桂枝汤 是桂枝汤加瓜楼根 瓜楼根是花粉 所以呢 桂枝汤在这里面 就是解机调硬 啊 解机调和影味了 解机去风调和影味 那么呢 作为瓜楼根的作用 是清热生菌 滋养筋脉 隔根汤 开泄凑理 发汗出血 这就刚才我说的 通过汗法去血 那么 隔根 滋养菌液 舒缓筋脉 啊 那个 成绩汤 我已经说了 啊 极下春阴法 是为了泄热 这个呢 在临床应用上呢 实际他给的最大启发 就是急则指标 啊 病因疗法 去除病因为首 啊 那么这个呢 它是标本兼顾 和极下春阴 这两个法则 其中两个药物 给后世影响极大 就是滋生菌液的 瓜罗根和葛根 关于临床呢 对这两个药物的药用 我谈一下个人看法 葛根呢 在这个本经里面 说他起因器 我引的本经 就是神农本草经 啊 因为他伤寒杂病论 是吧 所用的药物 和神农本草经 那365个药 密切联系 关于起因器 怎么理解 生菌液 就是滋生菌液 是吧 如氧经脉 取它 就是呢 来滋氧经脉 生菌的作用 关于生菌 我们说菌液 如果速度不利 是因为什么呢 阳气推动 不利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作为葛根 我们讲宗药的话 它有一个什么呀 鼓舞羊的作用 鼓舞羊的作用 有关生羊 的功效 我们曾经学过什么呢 葛根 是吧 这是鼓舞羊作用 财狐 财狐具有什么作用呢 升举羊气的作用 往上升 也是升举羊气 而生麻 这个作用力呢 就是升羊 举现 我呢 在这个学习过程 我给学生 尤其本科生 刚学的话 我怎么举例子呢 我说就好比啊 是这个体育比赛 举重现场 为了给他鼓劲 拉拉队 使劲的鼓掌啊 呐喊啊 是不是啊 这就是 葛根的这种 鼓舞为羊的作用 要财狐呢 升举羊气的作用呢 就像轻量级的运动员 能把它怎么样啊 举起来 但是重的话呢 他举不了 而这个作用 最大的就是 升羊举现的什么呢 升麻的作用 重量级 是不是啊 能超级路的这样的 所以这三者之间的 这个升举羊气的作用 有这样的差别 但是 升均的作用 葛根 为啥呢 他鼓舞为羊 为气血 引胃 生化的源泉 那么所以呢 他对于 特别是对 象背 是吧 这样的一个 军业的疏步不利呀 或者军业的匮乏呀 包括咱们说的这个 筋脉失去乳养 就得选葛根 我们呢 这就是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当年是中医学院 就是给药厂 拟定了一个 协定处方 就是呢 起名叫 脑德生 脑德生的这个 致记 后来呢 就是从蜜丸 最后骗记 是吧 他这个呢 就是 其中有葛根和单身 在里面就是 选择性的 扩张 脑血管 改善了心脑血管 这个 血腥 就循环的作用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对于心脑血管 供血不足 适应症非常明显 这就我说这个 葛根这个 这个作用 还有呢 你比方说 不是颈椎病 但是呢 比方说 总是浮案 输血呀 或者是这个 劳动的这个坐姿啊 有时候呢 这个 肩背啊 这个身经的紧张啊 疲劳啊 他也会发生一些 酸痛啊 不得舒展啊 狙击啊 这样 那么其中呢 你比方说 现在说葛根 生麻 再加上呢 张宗景的 勺药甘草汤 什么作用啊 缓急 止痛 所以呢 精方的启发下 再加上我们这个药物的呢 这个 直大病所的作用 特别是呢 药症相符 效果非常好 你看药味和阻方 这个呢 是 我在临床上摸索 就这么一个 勺药甘草汤危急处方 葛根的 对筋液的疏忽 特别是对 相背啊 这个地方 它有舒缓 筋脉的作用 那么生麻呢 咱们不说吗 它鼓舞为阳 生阳局限的作用 特别是 阳气 不能够生发的 这个情况 用生麻配合 使这力量加强 我觉得呢 对相背的这个 狙击不疏 筋疾 甚至疼痛 这是必用的药物 如果是说引经药 上海里面讲 太阳病的 这个头疼 要是相背 这个地方 包括这个 枕后 那就是强活 这个呢 你就随身加减 这都是 临床可选用的药物 那么现代研究 对葛根 特别是葛根汤 认为它的功效呢 是降血清 胆固存的作用 扛血栓形成的作用 抑制血小板 局级的作用 所以这三个作用 也等于佐证了 我所说的 为什么 葛根 能够选择性的 扩张脑血管 改善血循环 那么 刮楼根 这个花粉的作用 我想呢 除了生菌的作用以外 就是止渴 止渴 在这个金柜里面呢 纵景用刮楼根 其中还有一个方子 就是刮楼去脉玩 这个呢 等到放到 这个十三篇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 就是说 现在对于糖尿病的 这种口渴呀 多饮呢 除了辩证 应该用的基础方以外 我讲 我想花粉的生菌 止渴作用 不可忽视 上次课呢 我做了 就给大家呢 重复到现在这个情况 然后呢 我们今天重点讲失病 也就是说呢 第二天 如果说禁病呢 算作熟悉的话 失病就是必须掌握的 必须掌握的内容 请大家看呢 就是这个 偏手的地方 也像我上次课讲的 首先明确 失病的概念 失病啊 它的分类 因为有外失和内失之别 所以这概念里面嘛 我要重点讲外失 本篇所论的外失的概念 以发热 深重 骨解腾烦 为主证的一类疾病 这在我们这个篇手 也是这么讲的 啊 就是呢 它是以发热 深重 骨解腾烦 啊 为主证的证呢 是主要症状 这样的一个 发热 啊 深重 为什么深重啊 失血 失血所致 发热 因为我上次讲了 因为和外邪相关 因此它要守翻太阳 有表证的 对不对 发热呀 深重的是失血为患 那么骨解腾烦 我们在五血众人 各有法度里面 已经讲了失血的特点 是什么呢 失伤于下 失流关节 是吧 所以这个概念上 明确以后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的病因病基 这个呢 也涉及到 内因的问题 但是呢 本篇的诗病 强调外因 外因呢 就是外感失血 失血 但是呢 失血不都伤人 他可以肩胛呢 风血或者寒血 内因 内因 这个呢 就是在 讲义上呢 他比方说 引了尤在镜 新典的 一个认识 请大家呢 翻开书 就是26页 选注的第二个 是新典 尤在镜的 他也说呢 为什么 失血感人 失为六因之邪 也是首犯太阳 三行开始 众师者 也必先有内师 而后感外师 故其人 平日土德不及 而失动于中 由是 气化不速 而失寝于外 外内和谐 这个是呢 为关节腾凡 是要讲内外和谐 的情况 但是我要说 这个内因 源于谁呢 他说土德不及 是说谁呢 脾 所以呢 平素 也就是说 素体 脾云不见 这又是个 体质因素所致 这个内因 为什么有的人 同样我们在一个潮食的环境下 比方说工作了一段 有的人就可能就因为那么样一个诱发因素 就得了风食病 而健康的人怎么样呢 无恙 这就是体质的不同 素体阳气不足 阳气不足的 什么阳最关键呢 脾阳 脾阳的韵化功能 不健全 或者呢 比较虚弱 那么当他一旦感受了食邪 或者肩胛风邪 就变成风食之邪 肩胛了含邪 就变成含食之邪 这是内外因 分类我已经说了 那么作为这个 内施的话呢 显而易见 那就是将来我们讲 什么谭隐啊 水气啊 包括黄奶的行程里面 也和食邪相关啊 等等 那就是内施 现在我们说呢 就是病胃 皮主肌肉 皮主四肢 吃上一下 食流关节 这么一说 因此呢 他的这个病肌 应该怎么概括呢 有点 这都是围绕着 外施我说的这些问题 所以把分类单列了一下 现在说质法 质法上 开篇首先来讲呢 14条的内施 立小变法 然后到18条呢 是外施危害法 因为我们重点要讲外施 所以把18条放在前面先讲 怎么个危害法 然后再讲呢 如果内施偏重的 用立小变法再讲14条 所以一类条文是18条 二类呢熟悉 关于政治 那么等我讲完具体方计以后呢 大家自然就知道了 我这开篇的话 先讲这个概述 就是这样了 所以本篇重点讲的是外施 但是也涉及了内施的内容 我这开篇的话 这是施病的概述 刚才我讲的那几个问题 现在来看第十八条 这个题要就是论 外施的 政治法 第十八条 原文说 风湿香薄 一身尽疼痛 法当汉除而解 指天阴雨不止 一云此刻发汉 汉之并不遇者 何也 盖发其汉 汉大出者 但风气去 湿气在 事故不遇也 若知风湿者 说的很直截了当 是不是 首先我们说风湿相搏四个字 说的是什么呀 并不遇 并不遇 疲借 疲借和风鞋相合了 疲借于哪儿了呢 肌肉关节 尤其是一身筋疼痛 全身都疼啊 这个筋子是个范围副词 你是肌肉关节 哪都疼 疼变了 就这意思 为什么 风湿泛表 侵犯在肌肉关节 疼痛的原因 我刚才说了 作为失为阴血 他肯定要怎么样啊 阻恶阳气 或者使呢 阳气怎么样啊 不通 因此不通呢 则痛 这个呢 就是一身筋疼痛 为他的主要症状 就是主症 所以这个条文里面 首先点了什么呢 病因 风湿相搏 主症 一身筋疼痛 我特别对筋子 作为范围副词 来强调 他造成的表裕 这是主症 第三句话 法当汉处而解 这是什么呀 治法 肯定是用汉法 而且是肯定词 肯定语气 应当 是吧 汉法 但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后边那句话 汉治并不育者 何也 我用汉法了 结果这并没好啊 什么原因 提出的这么一个原因 这个结构上啊 非常的清晰 然后他回答了 影响汉法不育的 两个 两种因素 什么因素呢 第一个因素 就是气候因素 指天阴雨不止 这啥天呢 连雨天了 是不是啊 下个没够 是不是啊 尤其是南方那地方 那就是什么呢 没雨天气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呢 气候因素 那么连雨天 多雨的季节 说明了外界环境因素 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就是外施偏盛 外施偏盛 对于他 在肌肉关节间的 施邪 力不力宣泄呢 我想 用一个很普通的 一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下雨天 咱们洗干净的衣服啊 尽管用甩干机甩干了 要比咱们放在太阳底下 晾的那个衣服 干得快呀 还是干得慢呢 肯定干得慢 这就是呢 他那种呢 湿度太大了呢 他不那个 不利于 这个湿血的悬散 是吧 或者说叫悬泄 因此气候因素 是一个 汉不得法 他用的 什么法啊 盖发起汉 汉大出者 但 风气去 时气在 汉不得法 你用大汉法 大汉法的弊端 他给你举出了一个 非常明显的 就是 但风气去 这个地方 写不下了 干脆一简化啊 风去时存 风邪是怎么样啊 去除了 失邪留下了 但风气去 失气在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就是说 就得从咱们综艺理论的基础 那个知识来说 风邪和失邪的 邪气的属性 不一样 特性不一样 他本身就不一样 风为阳邪 是不是啊 齐性清阳 易于表散 这咱上次五邪 众人各有法度 风邪就属于阳邪 对不对 属于大邪 他就容易表散出去 快 失邪呢 为着邪 他呢 这个齐性 重着 粘制 不容易诉去 不是说一下子就给他 这要举一个通俗的话来说 就像原来呀 我们要吃这个米啊 要塞一塞 拿布器垫一遍 对不对啊 什么最容易垫出去呢 就那个瘪壳 是不是啊 就倒壳了 什么的 一塞 清的东西 给它塞出去 米粒呢 得剩下 咱们得用它呀 现在可不是事 失邪不能让它存留 对不对 要说用上方 最好让它怎么样啊 风湿俱去 这个道理我觉得 就是因为 风鞋和失邪的属性不同 在制法上 同一个方计里面 你都要考虑 只要让风鞋 走去 就是迅速地宣散出去 那么回过头来 失邪不能存留 这是第一个弊端 第二个弊端 应该是什么呀 大汗出 阳气大泻 至少 汗出多了 伤什么呀 伤阴液 对不对啊 中了的话就怎么样啊 本来阴邪就是容易伤人阳气 你再大汗出 更易伤阳 甚则怎么样啊 汪阳 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要考虑 对 伤阴 甚则 汪阳的问题 必须要 注意回避 所以呢 以上这些情况 大体上说了这些问题 现在要说了 我说政治法 外师的政治法 汉法是毫无疑问了 怎么使这个发汗法能保证风湿寄去呢 下面他回答了 弱智风湿者 发起汗 还是得发汗 那么呢 但微微似于出汗者 现在我要说的 就是这个微汉法的问题 其中 四欲 出汗 这个在商考论里面 讲桂枝汤 方向柱里面设计这个问题了 这个字就在这儿 这四字当什么讲 似乎 好像 是吗 你说这汗 又像是出 又没出来 那叫汗法吗 那撑不起汗呢 撑不起微汗呢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四啊 应该当什么讲呢 四子 比方说为了传宗接代 是吧 那得一代一代往下传 叫四子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就是联系不断的意思 联系不断 也就是说这个汗呢 你不能大汗 已经告诉你了 汗不得法 有那些弊端 现在呢 肯定要出汗 但是不能大汗 要怎么样呢 联系不断的小汗 现在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 就是这个商考论里面 规之汗法 它到底怎么说的 是不是啊 说变身 哲哲 微似有汗者 一家 这汗不是吗 规之汗法就要求你 变身 哲哲 微似有汗者 一家 这是最好的法法法 那么呢 不可 令如水流离 那不能像 是不是啊 花花躺啊 那 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 记上音又云亡羊 这里面呢 我想需要 微汗法 地方呢 不仅是对 规之汤法 是这样要求的 就是麻黄汤 这样的放汗菌记 也不可 如水流离 一定是 微汗法 第一 是汗法的 基本原则 不单是对 风施病 外施病要求 就是麻黄汤的那种 放汗菌记 整个重景对汗法 因为它 时时故乎 什么呀 阳气 对阴君的保护呢 也已经引起注意了 所以呢 汗法的基本原则 就是要 微汗法 微汗法 第二呢 微汗呢 就是指发汗剂呢 以后的汗出程度 我认为 就是说汗出程度 并不是指的要力 你比方说 上寒 太阳上寒那样 它都无汗 完了还在无汗 那样的一个表示证 你不用麻黄汤 用桂枝汤 能解决问题吗 它必须得用麻黄汤 而不能用桂枝汤 也不能因为说麻黄汤 它就不是微汗法 我刚才已经把原则 说清楚了 所以呢 我再重复一遍 只能说它是一个 发汗的程度问题 而不是要力 有失证 便用失药 该用麻黄汤的时候 就是麻黄汤 现在我们说呢 这个地方 它这个微汗法 就要针对 避震的政治 我们按照它的法则 再讲 看它又列举了 哪些方药 第三个我要说呢 就是汗质得法的关键 汗质要得法 得法的关键 第一呢 就是在方法里面 请大家看麻黄加猪汤啊 方后助说 扶取微丝汗 得要 不仅喝了汤药 你得盖好呗 你本来就在那受着 湿血里头 可能肩胛风寒 你再便因为发汗 再受外血 所以呢 盖上背呢 使它微微的呢 连续不断的小汗 方后全是这样 就包括 这个 防脊黄汤 对于表虚的这个情况 他也说 让你把背啊 盖好 然后呢 喂汗 是不是啊 所以第一 这在是出汗的方法上 要温富 这都在方后助理里面 体现的 让你把背啊 带好 第二 我要说呢 就是根据和商汗论 这个刚才举的 桂枝汤的这个意思 汗出的范围 变身折折汗出 那你就是在变身 包括手足 特别是在关节上 但是把这汗呢 得出好 是吧 变身汗出 手足 聚州 第三呢 就是关于呢 汗出的这个时间 这桂枝汤华里面告诉了 一个时辰是 多少时间呢 两个小时 桂枝汤华里面告诉 时间应该是两个小时 这就更说明 你不能入水流离 是吧 茬乎乎的吧 就是说 所以这地方呢 也就是说 汗出的程度 折折的汗出 微四 微四语出汗 这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 微微 所以这个愿问呢 作为一个疑点 我给大家解释 就在那个四字 到底当什么讲 是不是啊 完了这个 是微微的小汉 连续不断的 得出来 对吧 得出来 而且呢 让他 遍积周深 手足聚周 这是呢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说到这了 那么下面这个要值得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呀 咱们遵照微化性汉法 遵照微汉法了 为什么微汉法就能保证风湿巨区呢 微汉法 为什么能风湿巨区 还是那个风邪清阳 还是那个湿邪众罗 为什么微汉就能巨区 现在请看住家的话 然后我再给大家概括 这个是多少页呢 二十九页 首先又是呢 引的新点的话 尤在经怎么说 这个呢 就从哪去呢 就是第一行后边说 但是阳气内征耳不奏械 肌肉关节之间充满流行 而失邪字 无地可容易 现在来说 失邪为阴邪 靠什么来推动呢 一定要靠阳气 我刚才讲大汉法 这个阳气大邪 咱就别叫他阳气大邪 叫他怎么样啊 缓缓的流行于肌肉关节之间 是不是啊 充满流行他讲的 而且是这种阳气要怎么样啊 内征耳不奏械 使失邪无地一容 尤在经说的好不好啊 危害法就能达到这样的作用 既有阳气的内征耳不奏械 这就靠阳气推动这个 失邪这个阴邪 那么使失邪无地一容啊 而且直达那个病锁 肌肉关节之间充满流行 都有阳气在充满 凡是失邪停留的地方 阳气都到达 把他怎么样啊 推动慢慢悬泄出来 这是尤在经的理解 下面再看是谁呢 本旨是张虚谷 筑江 这个呢 在你后面呢 就是我那天请大家看着的 筑书的呢 都能找到 他怎么说呢 至风施者必通其阳气 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学习 微发气汉呢 是给失邪 不管是汉法还是力小变法 是给失邪以出路 对不对 但是最终你是要通其阳气 振奋其阳气 因为他素体上就怎么样啊 阳气不通啊 不足啊 有这问题 所以必通其阳气 调其影位 为什么要调其影位啊 这个失邪 不管是和风邪相合 还是和寒邪相合 他侵犯的部位是怎么样 肌肉关节体表 所以呢 他影响了影位的啥 一个是呢 邪阻影响影位的功能 反过来说呢 影位要不合的话呢 他又容易招致外邪 所以呢 一个是要通其阳气 第二要调其影位 合其经络 使阴阳表里之气 周流 则其内施 随着三交气化 由小便而去 表施 那咱就不说了 自己看 大家是不是 理解了我引的这两段话 概括起来说 微发其汗 微汗卡 他就是呢 能够保证 阳气 内征而不奏谢 在肌肉关节之间 包括肌臭 充满流行 是施邪无地已容 施邪无地已容 没有存留的地 然后呢 让他呢 随之慢慢的宣泄 得以宣泄 这样呢 还能够影位通畅 完了呢 阳气呢 也被通畅 咱们说五脏原神通畅 人间合 所以这里面他也是通畅气血 也通畅军液 叫施邪和风邪也好 尽管性质上不一样 让他随之 而且 十八条讲完了 这个基本原则 讲得很透彻 所以吧 你说风湿病难不难治 东北地区可真就是多发病 常年病 治呢 有的确实 早期诊断 早期资料 真这个法则 真就有效 就怕是什么呀 缠绵 今天需要 明天宗药 今天找这个大夫 明天找这个大夫 另外呢 自己又不加以护理 我们说了 要随其所得 是吧 那么你怎么护理啊 他就怕 吃 怕寒凉 那你就得保护啊 是不是 给予温热呀 是吧 这个时间关系不说了 因为是常年病 多发病 下面讲第十四条 历小变法 这边 太阳病 关节疼痛而返 脉沉而细 有的版本写的脉沉而缓 脉沉而细者 此名失弊 这段话讲的失弊之后 临床应当见到什么样的脉症 然后说呢 失弊之后 小便不利大便反快 但当利其小便 到底这利小便 是给内师出的制法呢 还是外师的制法呀 还是怎么样 现在我们首先看 失弊的临床 症候是什么 就是他的脉症表现什么样 太阳病这三个字和我们昨天讲 静病一样 太阳病三个字要是 灌以一条手 意味着他怎么样啊 邪气在表 手翻太阳 这个也是尽管 失血 寝人 也是失血在表 手翻太阳 主症是什么呢 我已经说过了 关节怎么样啊 疼痛 而烦 为什么烦呢 由于疼痛剧烈 而烦扰不宁 你说谁要是关节疼啊 还是 洗关节疼 还是这个腰椎的这个关节疼 真是啊 坐立不安啊 失寝也不安 这个地方就是烦扰不宁 脉尘而细 尘脉 就是呢 失邪趋于理的表现 那么细 细脉呢 咱们一般是血虚为细脉 这个地方呢 就是由于失邪 预致在记忆表的话呢 影响到 在表的影位 不调和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可以写呢 就是这个细脉啊 理解成失智影位 阳气被组的话 它肯定对盈胃啊 气血的流行 是吧 受到影响 所以它见细脉 不是血虚 是失血组织的结果 那么作为缓脉的话呢 也应该呢 就是和尘脉相结合来说 也属于呢 就是本来说 是从外来应该是浮缓的脉 现在是变成了尘细的脉 还得从失邪 流入关节内合于皮 来形容它内外和谐的意思 是吧 用脉相来说明呢 内外和谐 不仅仅是失必在外的之后 用失邪区域里表现为脉沉 影响到什么呢 影位气血的周流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表现为有内饰的情况 所以这是个内外和谐 内外和谐的情况下 到底是外失众还是内失众呢 现在讲是里失众 拿什么做标志 小便不利 大便反快 小便不利的这个病机 可以解成失祖气化 失祖气化 那么小便不利 是吧 为什么出现大便反快呢 不从小便排除 结果怎么样啊 这个失邪呢 流入大肠了 脾虚失胜 则什么蟹啊 则乳蟹 所以这个大便反快 不是水扬变 是软变 失胜的表现 或者说呢 疼变 因此呢 他和一般的急性肠炎了 那个就腐痛啊 完了水扬变呢 那个有别 这个一定是脾虚 失胜 则乳蟹的情况 软变 糖变 还得从脾虚来招眼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我一说 担当力气小便 就是给失血以出路 而且呢 在力小便的过程中 使彷徨的气化功能 膀胱的气化功能 恢复 所以五零散方 就是画气间接表 同时呢 用用一些四零 来呢 使这个失血从小便排除 所以不要看 五零散是个力小便的主方 而应该看到在力小便的过程 把膀胱的气化功能得以恢复 这是咱们综医啊 特别是张仲景的这个精方 他的特殊性 这个治疗作用和他的疗效 为什么那么好 他就能够呢 既能够从病因上 解除失血的这个给他出路 同时呢 把膀胱的气化功能呢 得以恢复 得以恢复 所以这个方子呢 就建议是五零散 特别是金贵发威 就是我说上海的曹英甫 他建议呢 应该备用贵支 就是怎么样啊 增强气化功能 是不是啊 也有呢 这个不仅力小便 也可以有截表的问题 因为他是毕竟 他怎么样失血在截表 所以这五零散 备用贵支 很有道理 那么后世的发展 我觉得呢 就是皮温论家李东元 有一句名言是什么 就根据这个 小便不立大便反快 担当立其小便 治理师的 这个治法 政治法 立小便法 那么这个就是 叫做什么呀 知识不立小便 非其之也 所以我们对于品须的 是吧 便糖啊 或者是这个软便呢 健脾 那么去失 实际上也等于分 前后分离 是不是啊 所以力小便 而实大便 这这招 就是西医所没有的 他都不可思议的地方 就在这 就是应用那个 碳类的药物 去止血止不住 因为他不能恢复 皮的建议功能啊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14条呢 我讲完了 关于这个 气化德行 则内外施血可除 这个道理上 也就是说呢 除了给 汉法 立法 汉法对外施 立小便 对内施 这都是呢 对于是给施血以出路的 但最终要解决什么呀 对阳气 一定要给予辅助 这个是施病里面 他给的主要原则 下面呢 我们就要讲政治了 有关的政治 这是治法 下面呢 就是辩证施日 首先看的是多少条呢 头中含施 第19条 这个呢 也是二类条文 施家 病身疼发热 面黄而喘 头疼 鼻色而烦 其脉大 自能饮食 腹中和无病 病在头中含施 故鼻色 那要鼻中则愈 我要说的呢 这个条文开头就讲 是施家 这个施家的话呢 我认为得有个资格 不是一天半天得的 对不对 你看那作家呀 艺术家呀 表演家呀 是不是啊 这个是施家 那么 他这个表现的临床症状 什么 身疼啊 发热呀 是不是啊 面黄而喘 这个地方为什么面黄 是不是啊 头疼鼻色而烦 我觉得呢 这个条文主要的 在这说什么呢 就他最后的结论这块 今天我不是让大家说 在这个学习原文的时候 在看他的什么呀 肯定语呀 在从中得到启发 这条原文的肯定语 在病在头中含施 所以我就给这条原文呢 就是头中含施症 怎么治 这是张东京给你点题了 那么头中含施 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头疼 而且鼻色 你说临床啥样的病是这样啊 而且不是一天半天得的 慢性鼻炎 是不是啊 而且是含施型的 那个鼻子不通气 前额头疼 是不是啊 那么现在我们说 他这地方呢 含施在表 而且特别是偏上 跑到鼻子那儿 而且前额头疼 他全身症上里头 也有身疼 也有发热 为什么呢 因为示范机表 休息再讲